晚安 歡迎收看8月24號的台視 晚間新聞 我是沃凱文 白鹿颱風夾帶強風豪雨 台東路野鄉的50戶路 因為雨勢太猛烈 排水系統來不及宣洩 整條路積水嚴重 水深一度到達胸口 有民眾就開著箱形車硬闖 結果突然熄火 就這樣在馬路中間 動毯不得 差點滅頂 當時車上四個人受困 還有一個是小孩子相當的驚險 而暴雨也造成了 陸野當地山洪爆發 滾滾泥流 清晰而下 整條道路全被淹没 白鹿颱風洗一台 花蓮南區豪雨不斷 全台累積雨量第一名的 花蓮60淡山 累積雨量破500毫米 不過一早還是有14名遊客 冒著風雨前往上金針花 結果在下山途中遇到了暴雨 大量雨水沖刷造成落石不斷 樹木倒塌 路面毀損 也讓這些遊客一度受困在山區 等待救援 台東市區刮起了九級陣風 不少路數被吹斷横躺在馬路上阻礙車輛通行 中華大橋下一座重達10公斤的側速照相機被搶風斷頭 吹到跨越四線車道滾落到大約30公尺遠的路旁水溝 所幸當時沒有人車經過 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而另外背南鄉樓破賣路段則是發生土石滑落意外 也影響到車輛通行 台東災情不斷 池上香稻田吐蹄 抵擋不住大水 作物全都泡湯 讓農民好心疼 而在關山鎮也有加油站 水深超過腳踝 因為這個地方逢雨必煙 業者常常做不了生意 也直說實在有過到 海東太馬里也是狂風暴雨 其中花園五號橋整修工程 路旁的告示牌被強風吹到不停地搖晃 就像血滴子般 萬一被吹飛夾到路過車輛 後果不堪設想 白鹿颱風中心下午4點10分已經從高雄男子出海 但是目前台灣本島還沒有脫離暴風圈 什麼時候風雨才會趨緩呢 目前颱風的最新動態 馬上把時間交給氣象主播王君凱 好 謝謝君凱的詳細分析 繼續來看到 強風奏雨襲擊東部地區 台東的南回公路上有便利商店裝貨物的籃子 就被強風直接吹到了馬路中央 還有騎士在南回公路上 因為風雨太大動彈不得 而台九線426公里處還有土石崩落 大午鄉山林路通往金龍湖路的路基也被掏空 另外大午鄉上午村山上雨水夾帶著泥楼沖下來 直接淹過露面 這次颱風雖然從屏東登陸 但是間歇性的風雨還是對宜蘭地區造成了影響 下午2點多宜蘭市國人路上 民眾停車用的四五百公斤活動帐篷 因為風勢過大 整個被吹飛 飛越了住家 壓在另外一輛轎車上面 差點砸到人 就怕發生危險 警方立刻進行監管 並且把帳篷移除 下午屏東風強雨大 墾丁的白沙灣也出現了陣陣長浪打上海灘 根據統計 白鹿颱風造成屏東一度多達8000戶停電 台電人員冒著風雨在泥流路面上操作工程車 在空中搶修 場面相當驚險 花蓮 豐冰鄉 吉安鄉等鄉鎮 位於容易發生淹水跟土石流前市區 因此當地周六進行預防性撤村 台市採訪團隊挺進花蓮縣豐冰鄉 感受到強勁風雨 巴里灣部落和復興部落的居民為了安全考量 也已經配合撤離到豐冰國中 鄉公所也備好物資 讓居民們可以平安地度過颱風田 台中雖然不在颱風警戒範圍內 但是新設中心嶺 因為前陣子的連日大雨發生土石大面積崩塌 似乎民宅岌岌岌可危 公所人員緊急撤離了附近居民 就怕颱風會造成更嚴重的災情 而和平大雪山區知名的休閒農場下方 也有土石坍塌 大亨山區步道有部分毀損和樹木倒塌 暫時封閉警戒 白鹿颱風下午1點登陸屏東滿洲鄉之後 墾丁風雨逐漸轉強 龍盤公園內風雨交加 積水淹成泥流 但還是有民眾不畏風雨 就算雨傘開花 臨成了落湯基 也要到場一堵颱風威力 另外雪上活動熱點加了水 也因為颱風過境出現長浪 惡劣海象 讓海巡人員不敢大意加強巡視節奈 颱風也讓雙鐵繃緊神經 周六高鐵全線正常行駛 但是各站基地維修單位都做好防台準備 台鐵花蓮到台東以及南迴縣 各級列車24號全天停駛 中午過後西部幹線的對號列車 彰化以南全面停駛 區間車則是嘉義以南停駛 而今天一早有旅客不知情 搭車到台北車站後 才發現車次被取消 只能無奈地辦理退票 白鹿颱風中心在下午4點10分 從高雄男子出海 不過氣象局提醒 颱風通過陸地結構受到破壞之後 會在臺灣西南方海域重整 後續帶來的風雨還是不容輕忽 尤其南部地區像是屏東山區 及恒春半島 總雨量上看500毫米 另外氣象局副局長鄭明點 也在臉書發文說 白鹿颱風對流區環繞 形成一個大田田圈的形狀 因此降雨分布平均 部分雨區的降雨時間也會拉長 預計要到25號白天 南部地區的雨勢才會趨緩 台北也受到颱風外圍環流的影響 下午降下了瞬間好大雨 再加上強勁震風 不但民眾雨傘被吹到開花 強風也讓人寸步難行 許多遊客一下游覽車 就直接衝到室內躲雨 還有大樓懸掛的廣告帆布 也差點被吹飛 因颱風來襲 行政院長蘇貞昌坐鎮中央災變中心 聽取各單位簡報 還加碼突襲抽考各縣市首長 尤其針對開設應變中心的縣市 蘇院長透過視訊一一的call out 給縣市長們緊盯各地的狀況 不過澎湖縣長賴風偉 卻遲遲聯繫不上 不但人不在災變中心 手機還直接轉語音 身旁隨戶跟隨行人員也沒有接 加上澎湖縣上午仍維持三級開設 讓蘇院長忍不住怒批 都停班課了 怎麼會只有三級開設 不過賴風偉出面回應 一早無風無雨的 跟著台灣奔道一級開設 沒什麼意思 澎湖縣服更解釋 蘇貞昌撥到縣長舊的手機號碼 才會轉入語音現象 歡迎回來台視晚間新聞 白鹿颱風預計 今天晚間到明天清晨 將從福建廣東一帶沿海登陸 帶來最高14級震風 當地氣象單位提醒 要嚴防好大雨造成的土石流 及洪水災情不可掉以輕心 因為在兩個星期前 立起碼颱風才侵襲浙江省 造成至少56人死亡 鎖定台視晚間新聞 法國動物園一隻35歲的母犀牛 背上遭到惡劣的遊客 用指甲刻字 寫著兩個大大的英文名字 照片上傳到網路之後 引起塌伐 還好犀牛本身沒有受到傷害 園方花了好幾個小時 才把白色刻痕沖洗掉 白鹿颱風在東部跟南部地區 帶來不少災情 中心雖然已經出海 但是氣象局提醒 颱風通過陸地 結構受到破壞之後 會在台灣西南方海域重整 後續帶來的風雨還是不容輕忽